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来来跟你们拍一个购物分享 就全部都是彩妆类啊 或是护肤类的东西 全部装在这个箱子里 卸妆纸巾先准备好 第一个先说一个这个面膜 因为这个太大了 它有一个组合套装了 里面是三片这种蓝色的黄色的粉色的这个面膜 最近我面膜就是用光了 我本来以为我囤了很多很多 回国的时候郭老师又送了我很多嘛 那我想说我就不用再买了 结果我用着用着就用完了 你们看它其实是里面非常厚的这种 打开 然后是一个大盒子 是这个面具的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什么精华吗 还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浇在面膜上的 我现在还没有用过呢 用过以后再给你们投这个到底好不好用什么的 然后我买了两个offer的东西 一个是这个高光盘 火了很久嘛 反正我看大家都说好好用哦 就是没有人说不好用的基本上 好久都没买高光了 应该讲了一下自己 好闪的好好看 稍微swatch一下 先试一下这个最白的颜色 好看哎 再试一下最深的这个颜色 因为深色肯定不能用在脸上 应该是用在眼睛上 不错 然后是我还买了offer的一个唇釉 然后这个是我一直很喜欢offer的唇釉 就是从一开始关注我的就知道 但是我比较喜欢他们家老版的 我总觉得新版变了一些 当时我喜欢offer的唇釉就好多好多人推荐给我这个色号 就是酱果色吧 这个颜色 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新版的要比旧版干一些 我买了两个Mac的刷子 一个是这个遮瑕刷 这个是195 这遮瑕刷有点大 我以为它会比较小 但我收到的时候发现很大 说实话Mac刷子真的非常非常好 就是你用几年洗几年 它还是原来的样子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 就质量非常的好啦 虽然是有一点贵 我可能会用它来上那些glitter啊什么的 或者说大片的眼影在眼睛上 然后还买了一把刷子是Mac的188 它是这种散起来的 就是前面这个白色的要长一点 黑色的比较短一点 这个刷子我是 我一会儿给你们看我买了个粉底 我是想用它来上那个粉底的 就我也很少这种刷型的刷子嘛 我就很想买来尝试一下 这个刷contour刷腮红 或者是刷高光都是很好 这把刷子我本来想吞两个的 但我想说那我就先用一下这个 反正用一用 如果好用我再买一个就是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国内的眉笔 这个是卡其色彩眉笔 这个眉笔是那个花卷推荐的 啊 seriously 这是哦 这不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钻的 还好用了还能上上去 然后我买的色号是06 因为我之后可能会把头发就染回去 或者是怎样 我就买了深色的眉笔 然后这个颜色我涂出来还蛮喜欢的 我会儿试给你们看 它是那种比较冷掉的棕色 我不喜欢暖掉的棕色的眉毛 它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的深 这个颜色我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之后年底可能会做一个 我全部眉笔的那个全集 眉笔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我会每一个都试色给你们看的 然后跟你们讲哪个我觉得好用 哪个不喜欢 或者说国产眉笔哪个好用一些 因为我之前还推荐过火力鸟 然后还买了一个眉膏 就是benefit的这个眉膏 我以前有用过眉膏的 就是我没有觉得不好用 就是我能用上手就能用顺手 但是我后来就是一个眉笔空嘛 就后来全部是用的眉笔 然后这个色号我是买的02号色 因为我这个的眉笔 我是用的02号色 然后我已经空管了 就全部用完了 我非常的喜欢 然后我也很喜欢02这个颜色 我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了 它的03的颜色会偏暖一些 02其实是比较偏冷一些 其实并没有一个太大的深浅上的问题 我还买了三支眉笔 是zoiva的这个眉笔 这个眉笔我好早就想收了 就是zoiva才出眉笔的时候 我就想收这个眉笔来试 当时我又新买了很多眉笔嘛 我就想说如果我马上买的话 又没有这个时间去试 这个到底好不好用 所以我就现在才买 一下就买了三个颜色 我都收齐了 我就之后用了以后 然后再在眉笔的那个合集 那个视频里面跟你们说 Bobby Brown的一个眼影 Camo 我微博上很多人推 大佩也推过了 然后这就是一个史色 就是爸爸的颜色 因为这个后来发现自己啊 其实很少很少单色的眼影 我一般都用那个一整盘的 所以我有点 当时有点考虑要不要买 算了不算了 就想说反正这个颜色 也比较百搭 我就买了 然后是这个颜色 Camo这个颜色 一个比较暖调的棕色 然后我看好多人都说 这个颜色是没有替代色的 就没办法 就把它编了就买了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眉刷 这个是Anastasia的眉刷 号数是20号 然后这个眉刷是我买的一个这种平头的 因为像那种斜头的眉刷 我有非常多了 我就不想再去添了 这个又可以就是 不论你的那个concealer 然后也可以当做眉刷来使用 这个毛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后我买了一个粉底 这是Mac的Face & Body 我买的色号是N1 其实这个我当时有问圆圆什么 到底买哪个色号 我真的不知道买哪个色号 因为它的C1说是最白色 但是它比较偏黄掉 就是我觉得我的皮肤有点偏粉掉 所以我就买的这个N1的这个颜色 这个还是倩倩去柜台帮我swatch 它是在手上的时候 我觉得N1其实涂上脸应该会比较亮一点 本来我想买它们120毫升的那个 因为120毫升和50毫升 没有过于多少钱 10欧还是多少钱 我本来想买那个 因为更划算嘛 但是那个120毫升那个 这个色号断货了 所以我就买的50毫升了 我想说就是先用用也行 因为会过期嘛 粉状的呀那些过期了 我真的无所谓的 但粉底那些我可能会稍微注意一下 就稍微延期一点点 我还是无所谓 然后这个是Huda Beauty的 这个是彩色的那个盘子 因为我当时其实想买的是 Smokey的那一盘 但是我想好好用用我的那个 就是Naked One这个盘子 因为其实我很喜欢这个盘 但我一直都没有能够好好的去用它 或者说出个妆容什么的 我就想说那个Smokey的那盘 我就先缓一缓 我先把这盘彩色的入了 因为我其实没有一个全彩色的盘子 这个一打开心情就聚好 都不用去用它 然后这个我还没有试过 我现在试几个颜色吧 试一下这个黄色 黄色的眼影 你就大片打在眼睛上就非常非常的好看 就不用加其他颜色 如果你们不想买这盘 可以去买个单色的黄色眼影 真的很好看 是提亮你的整个肤色的 而不会让你显得黄啊 或者怎样 这个黄色我觉得也很好 很亮 当时我现在又有点后悔 没有直接把Smokey那盘买了 但是哎 因为其他两盘我都不太吵 就是红色那盘和那个暖色调那盘 就是那种眼影盘 我已经有非常多了 我觉得买个Smokey那盘 又旅游比较好戴 还有就是这个小彩盘 如果你要完装的话 其实你没有必要买那种很大的 彩色的盘子来玩 反正也只是玩一玩而已 就买个这种小的就正正好 然后我还买了两个 Jeffrey Starr的口红 这个就是我嘴上的这个口红 我就是买了这两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 是我现在嘴上的颜色 然后我现在涂的这个颜色呢 就是比较偏紫调的一个口红 但是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因为很多偏紫调的口红 会带多一点点灰 那有可能就有那种不提气色的问题 很多黄皮都说不适合之类的问题嘛 但这个颜色就没有这个问题 涂出来非常非常的好看 因为它那个红调要稍微重一些 我很喜欢现在我嘴上的这个颜色 然后买了两个指甲油 都是H&M的 这指甲油是他们新出的一个金粉的系列 应该就是配合节日吧 这个就是带一点点古铜的颜色 然后带一点点粉调的一个颜色 跟它的名字很像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日落的那个金黄色了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Mac的这个 就是按压的那个头 然后这个就是如果你有粉底 没有这个头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按上去 我就买一个来以备不失之需吧 然后买了两个切尔氏的防晒 这个防晒我一直在囤 就是我非常喜欢就是离不开的一个防晒 所以我就囤了两个 然后我还买了切尔氏的一个这个BB霜 它是50倍的防晒 但是它有可能有一点点均匀于你肤色的功能 然后很多人就说夏天就喜欢用这个 就不想涂太厚了嘛 就这个可以一直补一直补嘛 所以这个我就买来试试看 反正这个也不是很多 只有30毫升 对我还买了一个Anastasia的眉笔 因为他们家的眉笔我用完了 就用空了 我一直都是喜欢他们家那个medium brown的颜色嘛 然后这次我就买了一个是这种削的 之前我买的都是他们家那种转出来的系头的眉笔 我发现那种就用的特别特别的快 而且我基本上已经把他们的颜色试下来以后 我已经知道了自己喜欢的颜色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种削的 就是削的时候比较麻烦一点 其实它都没什么就不要划算一点 因为我还没用过 我想试试看它这个削的和那个转出来的那个眉笔的 medium brown的那个颜色是不是一样的 那我试了以后再告诉大家 但是他们家的眉笔是真的很好用 然后我还买了这个RMS Beauty是吧 的一个彩妆盘 因为我一直特别想尝试他们家的彩妆 这次他们就出了一个彩妆盘吧 所以我就想就正好一起就试了 它的外观是这样 就全白的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然后是打开 打开以后是这样的 它是这个是一个高光 他们特别出名的那高状的高光 这所有都是高状的 然后这个有点像 这个也可以当高光 因为这个颜色有点深嘛 就可以用在眼睛上还是怎样 然后这两个是一个夹彩 就纯夹彩吧 然后可以当做腮红 也可以当做口红 然后这个是一个lip balm 冬天还是挺适合用的 如果是夏天可能会化掉 主要是很想尝试他们家的东西 所以就买了一个这个彩妆盘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NYX NYX的 glitter的一个base 如果你要上闪片的话 不是有时候会这样掉吗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我一个都没有 然后我就想说买一个来背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卸妆油 这是切尔氏的一个 夜间修复的那个卸妆油 就跟他们那个 就这个是一个系列的 玻璃品的这是塑料品 我很喜欢SD 它的名字有点像法语SD 就是那个YouTuber 然后他就说很喜欢用这个 然后正好我用之前跟你们说的 那个夜间修复的那个油 我也蛮喜欢用的 就是没有焖痘啊 也没有那些皮肤问题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买一个这个来试试看 家里的卸妆油 现在只有一瓶了 就囤一层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 给孩子用的shampoo 这是切尔氏的 这个是之前有一个 国内的一个妈妈 就让我帮她买 说美国那边买不到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就想说 这么好用吗 那我给我儿子买一个试试看 然后就买了一个这个 好我买的东西就说完了 其实我还有一包 那个H&M东西没到 就是买的一些beauty的东西 还有刷子什么的 但他们到现在都没有给我发货 所以我就没法拍 我就不想等了 因为我这些东西 我都想开始用了嘛 那今天先这样啦 拜拜 拜拜